新版本更慢武生不差 但容错没以前高 怎么提高呢 没错就是要用到隐形润土 润土装备急速药水和皇家宝石 利用灵狐和隐形法术交替保护润土 从而打开缺口打出路线 润土在碰到密集火力防御区时 可用狂暴法术增益 加快清理速度 在此期间润土尽可能拖出援兵 援兵可先用弓箭手拉至外侧 如果援兵不小心吸引到润土仇恨 可改变隐形法术覆盖位置 或开启润土技能 重置润土锁定目标 在4-5个隐形法术消耗后 回溯法术招回润土 第一部分操作完成 接下去要单独处理援兵 用野蛮人弓箭手 抄击野蛮人拖住援兵 毒药法术和龙宝清理援兵 完成第二部分操作 然后用超蛮清理润土路线外侧的建筑 另一侧放下训练营 等皮卡出来后 后方可跟一个更慢其事 两侧同时帮助大部队断边 接着蛮王扛住伤害进格子 超蛮帮助蛮王断边 蛮王装备手套和足球 在此打法中容错略高于狂暴和手套 最后就是放下大部队 如果喷到火力密集区域 需要马上给狂暴法术 加速清理的同时 也可以让德鲁伊的治疗效果提升 紧接着大部队后方 回溯法术召唤润土 女王装备兵剑和天使 勇王装备精神和治疗 切记精神一定要压住 蛮王提前开技能 清理格子内建筑 尽可能让大部队不偏离路线 大本营激活后冰冻控制 再次提醒一定要压住精神 爆本瞬间 女王开启技能 马上跟上精神 精神一定要无敌到天使 以及抵消大本营的爆炸伤害 整体的流程就是这样 稍微有难度一些的操作 在于隐形润土部分 大家可在友谊战中多多练习 战宠方面 蛮王和润土没什么好说的 女王因为装备了天使墨偶 本身有少量回复 不需要独角辅助了 可携带更适合的冰牙 勇王可带帝兽和猛戏二选一 熟练之后帝兽会更适合一些 这个玩法中 并没有配置新版本中 削弱的慢生法术 因为覆盖直径减少了两格 影响非常巨大 很多针对性的阵型 可以把慢生法术的收益 降低非常多 所以不选择使用 那么可能有玩家会问 15本没有灵狐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15本之前怎么打 新版本后依然怎么打 影响甚微 这其实新版本 更慢五神的第二种玩法 后续如有其他高容错玩法 会继续分享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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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项